嗨 我是Karen 现在我人就在新加坡OPPO 5N3的现场 刚刚一共发布了两台机 一个就是我拍过了的这个5N3 Flip 另外一台就是全球第一次亮相的5N3大折叠机 然后后面全部摆着很多台正机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 听说很漂亮 正机就在此 这个金色真的很美 它不全是金 它有点奶油奶油的颜色 然后这个镜头超显眼的 所以这次一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香槟金 一个就是Classic黑色 感觉这支OPPO就只要推金色就推了啦 Flip有金 Full也有金 当金色碰上了折叠机 加上OPPO的造工 整个机场打满 后面它是磨砂材质来的 摸起来很滑很舒服 就好像贴了一层MAP的Screen Protector这样子 而且不容易沾指纹 那除了颜色之外 其实它连size都变了哦 上一代的Find N2是有点肥肥短短的感觉 Find N3就不同了啦 它长大了啦 它变长了啦 它也变薄了啦 5.8mm厚度 239g 握上手它更加像一个折叠机的样子啦 那屏幕方面采用的是内外双钻石屏 关起来是6.3寸 开起来是7.8寸 两个都是AMOLED LTPO屏幕 支持120Hz的缩心率 1440 PWM高频调光 最高是可以去到28nits啦 而且哦 折衡虽然是变宽了啦 但是真的不明显耶 只有特定的角度才可以看到 旁边呢和Flip一样多了一个新的三段式静音键 你推一推 就可以调Silent Ring Vibrate模式 解锁的话可以用Face Unlock 也可以用旁边来scan指纹啦 镜头模组大概是这一代Find N3系列最大的改变了啦 从上一代的长方形 变成了圆形 整个OPPO 5X6 Pro的样子出玩来啦 摸起来是吐吐的哦 14MP主色加48MP广角再加48MP超级广角 右边还有一个H的logo 代表Hazer Blood啦 闪光灯就被移去到左上角 这次采用的是Sony新款的Lithia 808重组像素设计 听说出来的照片quality可以跟一寸的传感器媲美 长角是可以中到6倍 希望过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测评它的相机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 至于内屏有什么新功能呢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用上了的 视野全景虚拟屏 简单来讲 就是让折叠屏一次过满足三个app同时开 而且是full size的那种 当你用这一个app的时候 大屏其余的就悬停缩小 可以更focus的做一件事情 真正做到了大屏就应该要大画面的这件事情 那底下是任务栏 一键可以打开各种常用的app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首创双指分屏 两根手指在中间画一条线 就自动做到了speed screen 就变得很方便了哦 性能方面的5M3采用的是 Snapdragon Bud Gen2处理器 16GB LPDDR5X RAM ColorOS 13.2 电池是4800mAh 加67W SuperVOOC快充 所以OPPO 5M3 Flip的快速上手机到这边 等10点我拿到新机之后 再认真地给大家测试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期待的 是它这个镜头 因为听说它这个镜头是跟OPPO 5X6 Pro的镜头 是一模一样配置的 所以敬请期待吧